全局上下文令而动 采取了航空 铁路 公路投送的方式 组织军队医疗力量迅速支援武汉 从1月24号除夕夜开始 军队先后派出了三批 共4000多名医护人员 支援武汉 形成了前方指导组 联勤保障部队 和一线医务人员的 支援力量体系 目前全军63所定点搜治医院 开设搜治床位近3000张 1万余名医护人员 投入了一线的救治 那么截止到昨天3月1号 武汉火神山 泰康同济 富佑光谷等三所医院 集中收治地方重症患者 3467人 治愈了689人 全军定点搜治医院 和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累积 收治 新冠肺炎患者 达4450例 已经自愈出院 1000例 在坚持科学 救治的同时 全军医护人员 注重加强自身防护 目前保持零感染